地方讯息来关心彰化西州乡 搭配证金券加码发放千元关怀礼金 引发争议了 因为有民众投诉涉及在西州的出生婴儿 还有往生者 礼金可由家人带领 但是驾到西州的外籍配偶却不能领 让民众批评 礼金应该给活人用 而不是发给往生者 质疑发放制度有问题 不过乡长也回应 因为新住民还没领到身份证 才无法领取 随着武备证发放彰化西州乡公所 加码发千元关怀金 只要今年8月31号前 涉及西州乡的民众通通都能领 但原本是公所的美意 却有民众控诉自己的太太 是嫁来台湾两年的外籍配偶 却不能领之一发放制度有问题 出生的可以领 翁生的友谷可以带领 家来的不可以了 是什么 你说没孙生症 这样就没公平 民众质疑刚出生的婴儿和往生者 都能领礼金 外籍配偶却不行 是否影响到相关权益 但是乡长表示涉及人数是依循 护证事务所资料为准 尽管护籍坦本上有外籍配偶的名字 但只是结婚住记 必时要等到外籍配偶领取到身份证 正式涉及台湾后 才算符合领取资格 民众希望商工所放宽领取资格 以健保卡代替身份证 让外籍配偶也能享有福利 只不过领取资格 以正式的户籍资料为主 也只能先跟民众说声抱歉 接着带着冒状话采访报道